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7.1B的实体 第一题,Rajat di Bawang menunjukkan 2 histogram bagi taburan maqa ujian mathematics yang diperole 2 gumpulan Arif dan Bestari 他说以下的这个两个 histogram 代表着这个两个半级 或者两组,一个是 gumpulan Arif 一个是 gumpulan Bestari 这两组的数学,考试分数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我们先看这个 gumpulan Arif 旁边这个呢,显示着他的这个学生的人数 然后这一边呢,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分数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从10.5分到90.5分 他每一个范围呢,都会有人 然后这一个呢, gumpulan Bestari 所以呢,我们看人数 ok,然后再看分数 也是压10.5分到90.5分 都有人,只不过我们看到 中间这边呢,是没有人的 ok 在这边看分数 这边看分数 这边看分数 ok,当你要说出这个 Taburan Histogram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分数呢,你就要去课本了 你看到那个课本的 204页 204页,你会看到 我们有Histogram Symmetry 和Histogram Benchong ok,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先看这个图 你看他这样子 差不多 虽然上下上下啦,但是他都差不多很平均的分配 对吗 那我们再看这一个 ok,他这边高 然后呢,就这边 ok,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是 可以讲是 啊 Bentook Symmetry ok,这是Bentook Symmetry 这个呢 虽然他是这样子高了 低又再高 但是呢,我们看这个范围 他很像这个 啊,Bentook Logchain的 ok,如果我们不要看这个的话 所以呢,课本呢,我们就写到说 Bentook Taburan Makkah Pemocracy 对比另外一项 呢,不分配搭轿 Bentook 们 ayun Bentook Bentook ster 与的 比较 到我们看这个 他點之后呢,是英零段到很平均的 因为正 tacos 这个呢 又有lina extreme 我们虽然说是bentulogin bentulogin也是symmetry 好像很平均的分布 但是呢 你看它是比较集中在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 Marcalf 公布了 Arif Derserac Derserac 分布的比较广 Rebanding 分布的比较广 如果跟这个比较起来 这个分布的比较广 这个比较集中 然后它集中呢 也是在后面的分数这一边 所以呢 它的这个组的那个成员的分数呢 或者说它们的表现呢 会比较好 C 哪一组的表现会比较好呢 说出你的看法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因为它这个呢 分布在比较后面 分数高 人数也比较多 所以呢 它会比较好的表现 OK 公布了 Arif Derserac Kerana kebanyakan Marca adalah lebih baik OK 后面这个就是它的原因 前面就是我们的答案 哪一组 OK啊 第二题 这些地方呢 这些地方呢 都能够 哪一组的地方呢 都能够 这两个地铁呢都是针对50辆车所记录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旁边这个呢显示着比兰坎 或者我们也知道它是格格拉半 那么下面这个呢它表达了格拉专 格拉专就是时速 如果我们看这个其实它应该是 可以画成Histogram对吗 因为它这个点是在Histogram中间 所以你可以想象成有个柱子 这个就是它的Selan 应该是Selan 它可以画到上去 A 它要我们说出它的本头 当然你也可以看204页 你看看它是属于什么本头 只是204页的那个是Histogram 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话 你可以画成Histogram 你画成Histogram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形状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我们看得到它是这边因为低到很多 所以这边高 这边更高 然后突然间低很多 所以这边有点像右倾斜 对吗 像右倾斜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其实是Bentron 和Gannan Histogram Bentron 也不会很大 然后它又是中间上去 所以这个呢 我们还可以说是 它是一个Bentron Logging OK 所以我们讲Bentron Taburan A Bentron Bentron Taburan Bentron Taburan Bentron Logging 它的Bentron 是Logging的 关于这个Bentron Katuran 还是Bentron Katuran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你看哦 这边写下去嘛 这边高一点点 然后更高 然后呢 突然间写完下去 OK 所以它向右边写 所以就是Bentron Katuran 你可以用拇指来代表咯 至于Bentron Katuran 你看左边这边呢 高了一个 突然间高 然后突然间又下回来了 OK 连续下回来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说Bentron Katuran Katuran 它是向左边 这个是向右边 对吧 对吧 我们看B Bentron Seracan Logging Katuran Bentron 我们要比较它的Seracan Bentron 就比较咯 Seracan 就是它的分布 如果你看这个图的分布 它的这个 我们看蓝色的LoggingB 它从最低这边 然后分布到这一边 OK 然后这一个呢 红色LoggingA 从这边分布到这一边 如果你注意算的话 你算的话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这个LoggingB呢 它的分布呢 会比较广 OK 它会比较广 你算的话 它分布比较大 它的那个 啊 会比较大 红色呢 会比较小 你算的话 它们的车呢 之间呢 那里面有 total差别 OK 所以我们就说 TaburanLajuC 高速公路 和 Kawasan 布鲁马汉 就是住宅区 哪一个代表住宅区 哪一个代表着高速公路呢 OK 那么你就要想看了 所以你要想看说 那个时速哪一个比较恰当 高速公路的时速是如何 住宅区的时速是如何 OK 我们知道高速公路的就比较快嘛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快的嘛 住宅区呢 会比较慢 因为它有些路 有一些啊 我们又慢慢的过 对吗 所以速度可能会没有那么快 因为可能旁边有车还是什么 所以呢 其实在这里呢 速度慢的呢 就是Logging A 速度快呢 是Logging B 所以呢 以此来说呢 Logging B Mewakili Kawasan Lemburaya Logging A Mewakili Kawasan Perumahan OK 就这样咯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Graph里面 有时候你可以回答到一些问题的 只不过呢 你要啊 懂得跟现实生活中 做一些比较 给一些联系 OK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